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口钢高32.6厘米 口径68.6厘米 底径53.5厘米 钢型硕大周正 钢腹略骨 白有微微泛青 有大块开片 钢的表面用青花回青料描绘川花双龙纹 这两条飞龙龙爪似鹰爪 爪间锋利 龙的双目圆征不怒而微 蝉之帘的卷叶如祥云缭绕 飞龙穿行其间 身姿优美 求静灵动 这口钢的青花发色 纯正典雅 色泽浓艳范子 钢的口言处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 字体古朴鲜秀 中国明朝时期 景德镇玉瑶厂烧制的这种形质巨大的磁缸 因其通身描绘龙纹 所以被称为龙缸 明洪武初年 朝廷下令景德镇玉瑶厂设专门的磁瑶烧制龙缸 以供皇家使用 龙缸瑶因此而诞生 它是景德镇玉瑶厂有史以来 唯一以气形射瑶 又以气形命名的磁瑶 这种磁瑶在明代初期有32座 后来改为16座 青花龙纹大纲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以至于皇家要设磁瑶烧制 甚至还派官员督办 专家介绍说 这种大磁缸是与皇宫的安全息息相关 它很可能是宫廷的消防用具 专门用来储水 皇宫一旦发生火灾 它就派上用场 中国明代延续了二百多年 其中嘉靖一朝共四十五年 这一时期紫禁城内的火灾最多 最大的一次火灾发生于嘉靖三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五五七年 大火把紫禁城的凤天 华盖 锦身三大殿 及今天所说的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都化为了灰烬 嘉靖皇帝因此十分重视防火 他命景德镇玉瑶厂加紧烧制青花龙文大钢 以备不时之需 专家说 龙文钢除了有消防的功能以外 它还可以用来储粮和储油 龙钢放置于宫中 即一砖多能 结实耐用 又优雅圆润 赏心悦目 专家说 嘉靖时期的青花颜色 比永轩及原青花明快 较正德青花亮丽 更比橙化青花浓艳 有兰中泛紫的特点 嘉靖青花龙文钢 由于气形大 烧制过程极为复杂 成品率低 首先 龙钢拍坯很厚 悬料讲究 普通瓷器拉坯 一名工匠就可以完成 而大龙钢的拉坯需要三到五人 而且还要先做成四段钢坯 最后将它们相接在一起 才能做成一件完整的钢坯 钢坯在烧制的过程中 工序也十分繁琐 据景格镇陶陆记载 烧时溜火七日 然后紧火二日夜 封门又十日 摇冷翻开 也就是说 烧制一口大龙钢要用整整十九天时间才能完成 假如火候不大 龙钢就要裂口 缺乏清土同样烧制不成 因此 当时就有十摇九不成之说 明朝王时茂在《窥天外圣》中描述 家境间 回清虽圣 显逢土用绝 烧法不如前 而上乎命烧大钢 笔入火 时无二三完好者 做事为虚费甚聚 而人莫敢言 意思是说 家境时期用回清烧制瓷器十分盛行 但因自然条件有限 烧造大件瓷器已是不易 而皇上又忽然命令烧制大龙钢 龙钢的烧制废火废量 而成功率不达二三成 劳民伤财 可无人敢发怨言 景德镇玉瑶厂的工匠 常因烧不成龙钢 遭到朝廷的重罚 甚至丢掉性命 还有的虽然烧成了龙钢 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据记载 嘉境四十一年 在都公大臣的监督下 龙钢遥烧出了十二口青花龙门大钢 都公大臣准备返金领赏 临行前 他摆下酒宴 请来烧制龙钢的遥宫 席间 这位都公大臣问遥宫 将师烧制青花瓷器 一高即绝 劳苦功高 我走后 若朝廷另派他人都公 是否还能烧出更好的瓷器 遥宫没明白都公大臣说这句话的意思 便回答道 义无止尽 都公大臣听罢 暗中派人在遥宫的酒杯中下毒 将其毒死 以阻止新任都公接手后 烧制出更好的龙门大钢 以上这个故事是否属实 还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考证 嘉境皇帝去世后 青花龙门钢的烧灶虽然仍在继续 但规模逐渐缩小 到了万历年间 因为烧制龙钢 甚至爆发了玉瑶厂遥宫罢工的事件 据史料记载 曼历二十七年 景德镇玉瑶厂奉旨烧灶青花龙门钢 久烧不成 当时一个名叫潘向的宦官 负责监督烧灶龙钢 此人对姚公十分残暴 动辄鞭挞 甚至杀害姚公 姚公的处境十分艰难 随着烧灶期限的临近 攀向更是变本加厉 姚公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一个名叫统宾的姚公 对此非常愤慨 他纵身跳入摇火之中 以示抗议 大伙见状悲痛万分 下决心要烧好姚内的龙钢 以此表达对统宾的哀悼 时辰一到 姚公们开摇一看 大龙钢果然烧造成功 统宾之死 引发了上万名姚公的反抗 他们一怒之下 放火烧毁了御姚厂 此举吓坏了攀向 他仓皇逃走 朝廷未平民怨 缓和局势 不得不在御姚厂的东侧 为统宾立此 并封其为 昏火先师 从此以后 景德镇的姚厂 在烧摇前 必须先祭拜这位 火神同工 青花龙文钢的烧制 从明初红武时期的摸索 到嘉靖时期的繁盛 再到万历时期的衰落 见证了青花龙文钢烧制技术的发展历程 清军入主北京之后 顺治皇帝下令 禁烧青花龙文钢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专家说 这和烧制龙钢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有关 据史料记载 制作一口龙钢 需要用八百多斤瓷泥 由五个工匠同时烧制 明代玉瑶厂曾估价 每口龙钢价值五十八两八钱白银 明朝米价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 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够大米两弹 明代一弹约等于现在的九十四点四公斤 按现在大米均价 每公斤三点五元计算 一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六十点八元 那么一口大龙钢的成本 为三万八千八百五十五元 明朝一名正七品官员 一年的俸禄为四十五两白银 即使这名官员一年不吃不喝 也买不起一口龙钢 龙钢的身价如此之高 令人叹为观之 清代陶说中记载 顺治朝烧造龙钢 由于极度困难 屡烧屡败 过于劳民伤财 顺治地想养民生息 于是搬令尽烧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顺治皇帝尽烧青花龙门钢 是一种体恤民情的体现 家境清花龙门钢和中国明朝的宫廷生活息息相关 它既是实用的消防用具 又是可供观赏的精美瓷器 青花龙门钢的烧制体现出中国明代工匠高超的致辞记忆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